口袋豆腐 口袋豆腐以豆腐为主料 通过炸煮的烹调方式而成 为成菜以后每块豆腐里都盖满姜汁 形状就像口袋一样 人们便给这道菜取了个口袋豆腐的名字 它是四川名菜之一 做这道菜需用的原料 豆腐100克 油菜芯300克 冬菇25克 冬笋25克 调料用味精2克 料酒15克 精盐12克 胡椒粉1克 菜油80克 奶汤适量 食用碱面15克 食用碱面15克 具体操作时 先把豆腐去皮 然后再切成长5厘米 宽和厚 各2厘米的条 香菇切抹刀 切成长方片 冬笋 冬笋也切成长方片 把油菜芯放到开水中 超至断生 捞出 然后放在冷水当中 挑凉 将豆腐条下入八成热的菜油中 炸成金黄色 倒入漏勺 在炒锅中 放水和碱面 放入豆腐 用碱水煮透 豆腐条下入肥 给你 bloom 舍 浸泡数分钟后用清水烧煮以除去减味 沥去水 一共调两遍 锅内放底油 下入香菇 冬笋煸炒 放料酒 奶汤 放酱油 豆腐 金盐 和味精 小火 弟酱油 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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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煮开以后 用水淀粉勾芡 淋入明油 装盘时 装在麻好油菜芯的盘子中间 这道菜的特点是 豆腐金黄 汤色乳白 质地绵嫩 鲜香嫩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